先帝在白帝城脱孤的时候曾经跟诸葛亮说过 如果我不成气 他可以自立为蜀汉之主 那诸葛亮当时是拒绝了的 李延仅凭苟案一封来历不明的秘信 就逮住孔明一顿黑 但见阿斗考虑到白帝城脱孤 选择相信诸葛亮不会造反 他马上画风一转 正所谓彼一时此一时 那时候朝中文武旧臣众多 而且几乎全是重于先帝的 如赵云 孙前 观星 张包等 他们对于先帝的感情远远甚于诸葛亮 诸葛亮审时夺势 当然不敢冒犯 而如今可就不同了 跟着你爹创业的那帮老人都死绝了 怕诸葛亮还有什么好怕的 夺你的江山 那就和捏死你的曲曲一样简单 阿斗这下慌了 连忙询问李延自己该咋办 李延当即表示 so easy 陛下只需即可下旨 找诸葛亮回京一室 到时候你看我表演就完了 那他要是不来怎么办呢 那就更说明 诸葛亮心存不轨了 阿斗处理器一阵帽眼 点了点头也只好如此 很快他就以东吴犯境为由 赵孔明火速难归御敌 将为一听就知道 这上职纯属胡说八道 如果江东骑兵犯境 首先收到消息的 应该是我们骑山大营才对 不错 东吴犯境是假 陛下让我回朝才是真的 那丞相打算怎么办 我必须回成都见家 诸葛亮仰天长叛 不用问了 陛下身边有奸臣 倘若不回去就坐实了叛乱 但要是回去 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将为也急了 北伐大军出川一趟何其不易 而且现在还掌握着战场的主动 一旦撤回汉中 所有的牺牲又将功亏一篑 可孔明又何尝不知呢 尽管他有一万个不愿意 但在忠诚和贡献之间 他永远把忠诚放在第一位 我若不回 便是不忠 便是抗旨 定会遭人猜忌 这样吧 我让魏延王平同军 各不坚守原地 不必退军 只有你 随我回成都见家 都说犬父吴胡子 但李延的儿子李峰 却对孔明深信不疑 更不想他那不争气的家父 酿成大错 于是抢在孔明入城之前 赶去报信 丞相 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收到了 那你为何不带大军护驾 其实也不怪孔明不信 李延的儿子身份敏感 换成任何人都会首先怀疑 这是他父子俩在演双簧 一个负责红脸告发 一个充当白脸做好人 诱导孔明带大兵入城 到时候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丞相可知道 城里暗藏多大危险吗 知道 谁让我是丞相 先帝脱孤之中 我岂能姑息自己心 一句话道尽孔明的无奈 而就当他领着江维 进攻剑驾之际 李延还在疯狂安立 嘱咐阿斗 等会儿千万不可心慈手软 更不用念及 他与孔明的父子之情 他暗通司马仪 密夺先帝江山 昔日 曹操携天子令诸侯 如今的诸葛亮 就是蜀中的曹操啊 如今的诸葛亮就是蜀中的曹操啊 李大人把我说成了曹操 也有道理 曹操是丞相 我也是丞相 但我与曹操虽可并提 却不能并立 诸葛亮中曹操得奸 中奸不两立 李延疯狂忽悠阿斗 被诸葛亮当场抓包 诸葛亮板着脸先败家阿斗 紧跟着明知故闻 北伐大军连斩连结 正是指导长安的大好时机 陛下这个时候召我回京 不知为何事 那个 朕多日不见相父 心里十分想念 想让你回来续续绩 孔明呵呵一笑 你才老子信吗 阿斗的笑容瞬间凝固 孔明这才历生质问 陛下可知道 三十万大军出船一次 是何等的艰难 攻下一座城池 又有多少将士流血牺牲 你哥这儿逗我玩呢 阿斗一阵支支吾吾 既然已经撕破脸 李延也就不再顾及 连忙请阿斗快治孔明 不臣之罪 可阿斗却像个犯错的孩子 只是将诬陷孔明的密信 交了上去 陛下可相信这信上写的事情 朕 朕不大信 不过 诸葛亮 陛下当然不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才招你回朝议事 问个究竟 但是此信是真是假 应该由你来禀告皇上 毕竟这信上说 是你与司马仪达成的协议啊 孔明这才明白 搞了半天 问题原来出在你李延这里 那他倒要问问 此信从何而来 独卫狗安 在回成都的路上 从卫使身上搜出来的 那个卫使呢 那人拼命抵抗 被狗安部下杀死了 那么狗安呢 对呀 阿斗 你刚才说狗安已经进宫了 那他现在为何不来啊 李延顿时哑口无言 很显然 狗安已经溜了 而等将为把狗安如何延误军粮被揍 又如何被卫兵劫持的前因后果一说 阿斗不经恍然大悟 这原来是司马懿的离间之计 于是他连忙向孔明认错 说他糊涂一世 聪明一时 不该听信李延的谗言 还请孔明看在他本来就蠢的份上 原谅他一次 没成想 李延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赤则将为 口说无凭 但他手中的密信却是白纸黑字 说着就请阿斗先罢免孔明的官职 然后再慢慢调查 搞得自己儿子李延都看不下去了 陛下 臣有话说 风儿 天字面前 哪有你说话的份 但李延还是要说 陛下 丞相是亘古以来罕见的忠臣呢 哎呀 你有话快说 李延这才娓娓道来 说狗安送信之时 他就提醒过家父 狗安这人不可靠 侧信八成是司马懿的离间纪 无奈 他这个不争气的家父 根本不听 丞相执张蜀汉 三十万大军 他如有一心 完全可以清军策之名 率领大军返城 半日之间 即可谈定成都 但丞相没有这么做 他此行 只带回五十余计啊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难以理解 按说 以李延属中二号人物的智商 栽赃诸葛亮的手法 为何如此拙劣 再说 他为什么要陷害诸葛亮呢 真正的原因 咱们要从刘备 白帝城托姑说起了 刘备托姑诸葛亮 又为何托姑李延 李延和诸葛亮之间的迷之争斗 有人认为 刘备临此前任命诸葛亮 为托姑大臣 同时又任命李延 目的就是为了牵制诸葛亮 如果大家仔细看过 刘备的临终遗言就知道 这种猜测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刘备的临终遗言是 托姑于丞相亮 上书令李延为父 以李延为中都护 同内外军事 刘振永安 这个职位安排的很是巧妙 意思就是说 让李延作为诸葛亮的副手而存在 主管全国的军事 留在永安 可军事怎么可能让二把手来管呢 而且皇帝和朝廷都在成都 主管军事的李延 却留在永安 这个又要怎么个管法呢 而李延也确实压根就没有什么 主管军事的机会 那么刘备这样安排 到底是为什么呢 刘备选择李延为辅政大臣之一 是因为李延的早期经历 首先他算益州派 同时又与荆州派有联系 刘备入属以来 跟随他的荆州派 结占了益州当地世家大族的空间 导致益州派心怀不满 成为了蜀汉政权的不稳定因素 刘备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将两边都带点关系的李延 作为托姑大臣 目的是有意提高益州派的地位 欢和国内矛盾 不得不说 刘备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的 但同为托姑大臣 诸葛亮开服制势 掌管蜀汉军政大权 而李延却长期远离政治中心 面对这样巨大的反差 他心里怎么会没有想法呢 可李延就算再有想法 也不敢跟诸葛亮争权 因为诸葛亮不管是资历还是职位 都是他不能比的 诸葛亮在北伐前夕 把李延从永安调到了江州 李延的影响力随之扩大 于是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 很快诸葛亮再一次北伐 李延代长成相职位 负责北伐的后勤 督运粮草 于是就做出了前面那样无厘头的事 近十年来 诸葛亮全面主导蜀国的政治和军事 尤其是在人事安排上 我们从出师表就可以明显看出 蜀国的高层官僚 几乎都是由诸葛亮推举的 在军队系统里 诸葛亮的权威也是一样无人能及 李延如果跟诸葛亮正面硬刚 肯定会碎成一地的 所以李延才决定采用另外一种办法 避免硬碰硬 既然你负责北伐 我负责粮草补给 那么我就在这件事上做文章 只要在粮草上脱好后腿 诸葛亮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李延的设想是 诸葛亮如此反复再三的北伐 次次徒劳无功 本就贫瘠的国库更加虚弱 民不聊生 怨声四起 在他的人之里 司马懿的离间之计虽然很假 但用一个假消息 把诸葛亮骗回来 最多也就是误 算不上什么错 他估摸着 诸葛亮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但他这么拙劣的手段 不要说真还转了 就是放在《沿袭攻略》里 也活不过一几 诸葛亮是什么智商 一眼就看破了李延的小心思 这次 他十分果断干脆地处置了 这个内部不安定因素 于是李延的苦心谋划 就变成了一场闹剧 李延被废后 诸葛亮用李延的儿子李峰为长使 之所以这么安排 理由也很简单 李延这个人很重要 他防御吴国那么多年 有自己的班底 贡献是极大的 处理了他 难免会含了益州派的人心 虽然启用了李延的儿子作为弥补 但能够调和荆州和益州两派的李延被废 刘备生前的安排彻底被打乱 在诸葛亮细致入微的治理下 益州士族始终没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你看诸葛亮之后的几个重臣 江丸 费伟 东云 江维 他们都不是益州士族 所以在诸葛亮死后 益州士族与蜀汉政权离行离德 甚至鼓吹投降 最终导致了蜀国被灭 当然这是后患了 之后三年 诸葛亮姬草屯粮准备第六次北伐 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北伐 那么这次又为何失败呢 咱们下回再说 喜欢的具有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谁这里先行谢过了